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贫血 街坊们的讲法各有不同 据统计 我的贫血人数达到20% 特别是女人和儿童偏当 那贫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但是如果它合成的材料不够或者是有其他的症状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一个血液的合成量减少 那么就所谓出现我们一个贫血的一个症状 这是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表现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受伤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症状呢就是女孩子容易来立架 女孩子来立架的时候呢这个损失的血量是比较大的 贫血的类型有多种 那么常见的贫血有哪些呢? 据亚洲区的缺帖性贫血调查统计 我们是缺帖性贫血的大国 而在这些贫血人群当中缺帖性贫血居然占到80%左右 那么缺帖性贫血有些什么症状呢? 脸色发青之类吧 还有就是很容易晕倒 就是足晕的一心能感到不舒服一样 走起路来吧,比较要蹦蹦而出 没力气啊 症状啊,平时可能就比较容易肤色不好 蓝白,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容易晕过去吧 你看你会比较差吧 脸色黄啊 总体来看,天白,体质虚 那么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目前来说,女人和儿童是主要的贫血人群 那么贫血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如果出现血体性贫血或者是其他性贫血的情况 那么运送氧气到脑,到我们大脑的能力都会下降 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会造成一个小儿的学习能力下降 注意力不集中,那么容易疲劳 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智力都会受到影响 但原来贫血都有轻重之分的 专家也都说到,如果长期贫血的话 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起不时要辣辣辣去补血 那么到底吃什么是最补血的呢? 有人就说吃这个红棗,窩膠是最补血的 有人就说红棗根本就不补血 吃红糖和珠缸才是最补血的 到底哪种说法才是对的? 我叫红棗,苟齿 是哪个红棗,哪个字,什么东西哪个好一点? 是红棗,红色的,红色的是 就是窩膠,是红棗 这两个是吗? 这个红棗,这个是补铁的 这个都是补血补气的 然后这个也可以 我叫红棗就对了 这两个呢? 这个红棗 这个红棗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街工都认为 红棗是补血的性品 那红棗究竟有没有那么神奇? 那其他的补血神器又怎样? 我们将会一一为你调查 目标一,首先是红棗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桌面上摆着的 就是我在超市买回来的三种不同的红棗 那这种是五元 这个就是七元,十元 那我们可以看到,颜色方面 五元买回来的红棗 它的颜色是比较浅色一些的 而七元这个红棗 相对于五元的红棗 它的颜色会稍微深一点 其次,十元买回来的红棗 它的颜色是最深的 那我觉得奇怪了 大家都是红棗 为何价钱和颜色方面 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那我们平时应该选哪种红棗 会比较好些呢? 那我现在就会 将这三种不同的红棗 分别放入这个玻璃杯里面 然后再倒入清水 充分溶解了之后 再来观察一下 这三种红棗 到底有什么不同? 好了,半个小时过去 我们现在立即来看 这三杯红棗水是如何的 我现在就发现这个杯底 有很多沉淀物 而且是白色的 那它是白色的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杯有没有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杯红棗水的沉淀物 有些黑色的 也有些好像第一杯 有些白色的沉淀物 下这两杯都有 不知道这一杯 这种红棗是用10元 买回来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吧 还是要看一看 大家看看 这杯都有 试影的结果 真的令到我们很震惊 既然是红棗 为什么试影当中 我们发现了白色沉淀物 有人就说这些红糖是被人染了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就在调查员 白师不得其解的时候 我们的超市上面 突然发现了另外一种糖 赤砂糖 赤砂糖 从外观来看 和我们买到的红糖好似 那赤砂糖和红糖有什么关联 赤砂糖的出现 可不可以解开红糖的谜底呢? 糖的颜色实际上 不管是红糖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赤砂糖 那么实际上 它的颜色 不是说像白色那么均匀的 它会在里面有一定的红色存在 但是呢 我们所说的一点 只要溶于水的时候 这个红色实际上 跟砂糖本身的结构是可以分开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红色这一部分溶出来以后 把整个水干红色 但是呢 它有一部分糖 比如说它打到饱和程度以后 红色溶出来了 但是原来的砂糖本身的颜色 本身的砂糖的状态 它可以沉淀到下面 所以呢 颜色是可以分开的 哦 原来是这样 这么说来 我们试园当中用的糖是赤砂糖 虽然市面上 很多人都认为它是红糖 但其实它根本就不是真的红糖 那么赤砂糖和红糖 哪个补血效果会更好呢? 红糖或者赤砂糖 它本身的颜色 是因为含有一定的铁造成的那种颜色 但是呢 实际上来说 它这个铁的含量实际上并不是很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糖里面的 它含铁的吸收力 就是说铁的吸收力 实际上也不算很高 那平时红糖我们怎么食用更有效呢? 我们也不主张 我们再来看一下猪肝 其实猪肝也是很多街坊口中所说的保育神器 但是街坊也说到 在市场上 其实有些是健康猪的猪肝 有些是注水猪的猪肝 甚至乎有些是病死猪的猪肝 那我们平时怎样选择 才可以选择一些健康猪的猪肝呢? 就好比喻说 我现在桌面上摆住的两个猪肝 其实我们刚刚买回来的时候 它的色杂看起来真的很新鲜 和非常红韵 所以我们平时在市场上 买猪肝的时候 是很难辨别哪些是健康猪的猪肝 哪些是疑健康的猪肝 放置了一小时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毫的猪肝 它的颜色就已经开始发白 而二毫的猪肝依然是如此红韵的 那到底怎样选择 才可以选择健康猪的猪肝呢? 那现在我们会把一毫和二毫的猪肝 切开来 看看里面是怎样的 切开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猪肝 里面是完全没有血色的 是白色的 而且还有一些很臭的味道 那我们再来看看二毫的猪肝 那我们再来把二毫的猪肝切开 看看 那我们看到二毫的猪肝切开之后 它里面和表面的这个色杂是一样的 而且里面会相对来说 还有光杂一些 那我用力擠的时候 还会有很多血水出来 可以看得出这块猪肝是比较新鲜的 那我们再对比一下一毫的猪肝 那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看看这两块猪肝 刚才买回来是一样的 但放置了一个小时之后 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那块变质的猪肝 会不会是传说当中的病死猪的猪肝呢? 因为内脏的结构呢 它的水分含量是比较高的 水分含量比较高的 所以放置时间长了以后 我们会看到这个表面明显的变暗 明显的变暗 弹性明显的下降 那么甚至有时候温度太高的情况下 可能闻到一些异味的东西 没有格达啊 黑色啊 太黑就可以了 不要太黑了 好像这座黄色就可以了 你看 你去这个手机 放在那个血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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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选猪肝也是一门学问 那选好猪肝了 街坊都说猪肝保血 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吃 才可以更有这个保血效果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用来炒 用来蒸 这种效果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 那么有些人用来煮汤也没问题 但是煮汤呢 铁离子实际上来说 在煮这个过程之中 是可以溶出在水里面 是可以溶出在水里面的 所以呢 我们如果把猪肝切片 拿来煮其他汤 比如说我们的枸肌猪肝汤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要是以补铁为目的来吃这个的话 我们会建议 汤不要太多 尽量吃的时候 连猪肝带汤一起吃掉它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能够最大量的吸收它的甜品 调查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怎样去选猪肝的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调查一下 另外一种补血神器 蛤膠 那大家看到了 我手上拿着一盒蛤膠 那这盒蛤膠 就是我们节目组 用998元买回来的 但是刚才我在网上 就查了一下蛤膠的价格 大家看看 居然有79.8元 那我这盒是1000元的 为什么价钱会双生这么大呢 你的蛤膠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最近一年 蛤膠的价格涨了又涨 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蛤膠价格 都是每斤1000以上 但是网上我们发现了 很多蛤膠就卖到300元 200元 甚至有些低过100元 我们都知道 蛤膠在我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主要是由雷皮牛仔而成 是滋饮补血的成品 现在我们计算一笔数 目前市面上的雷皮价格 是200元左右一斤 只需要三斤的雷皮 才可以熬出一斤的蛤膠 那就是说 除了手工等其他费用 熬制一斤蛤膠 当是雷皮的成本要600元左右 但是网上的价格 就低过200元的蛤膠 就到处都有 那这些蛤膠究竟是不是真的 那这些蛤膠 因为现在芦皮的价格 不断地上升 其成本不断地上升 现在500元以下 基本上 都不可能买到蛤膠 一般假的蛤膠 用的材料 比较多 有些是枝皮 牛皮 羊皮 等一些皮类 最无量的 一些皮料的下夹料 作为偶制成的都有 这样也行 难怪市面上的蛤膠 价格相差十倍都有 那消费者在解蛤膠的时候 如何区分真假蛤膠呢 一般我们首先 从包装来看 一般正式厂家的包装 是比较整齐 比较美观的 而且所有印的字 都比较清晰的 正品蛤膠 一般比较平整的 表面比较光滑的 现在我们蛤膠 另外最后的麻烦 我们蛤膠正记 将它白点 一般正品蛤膠 只要我们一咬它 一咬它就甜的了 而且它本身 一咬它 电面比较平整光滑的 而它本身 如果是 现在是假蛤膠的话 一般咬它 是弯的 不是不甜的 另外呢 我就可以闻一闻 它的香味 日本蛤膠的时候 本身有一种豆油味 就是本身有一种成分 是不是有一种豆油的香味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就可以用水 将它打水之后 用热水 来溶的容器 现在一般我们真蛤膠 打水的时候 在热水里面 我们搅拌的时候 一般是很容易溶解的 完全溶解 而它溶解出来之后 你这个液体 本身是比较清清的 不会有其他杂质 其实我觉得 除了学会 如何辨别 这些真假蛤膠的技巧 我个人建议大家 以后买蛤膠 还是去到正规品牌 连锁店购买 还话说 便宜就没有好东西 好东西就不便宜 好了 我找了很多超市 都找不到颜色 特别鲜严的红组 所以在市场上 买了两种常见的红组 分别是洋品1和洋品2 我们可以看到 洋品1的红组 它的色杂 是比较漂亮的 和比较饱满 我们可以看到 洋品2的话 它的颜色比较暗 而且好像没有水分 到底这两种红组 有没有被硫磺分裂过呢? 大家看到了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 就是二氧化硫的检测盒 稍后我会用这个检测盒 检测一下这两种红组 到底有没有被硫磺分裂过 调查员将检测益A和检测益B 分别放在1号和2号的 红组浸泡过的水上面 摇匀之后放好 等五分钟之后 尼三馆里面的样品颜色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两种红组 会不会被硫磺分裂过? 五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马上来对比一下色卡 首先来看一下洋品1 我们可以看到液体洋品的蓝色 如果颜色越浅的话 就说明二氧化硫的浓度越低 如果颜色越深的话 就说明了 二氧化硫的浓度是比较高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洋品1 很明显这个洋品1的颜色 比0.2的浓度还要浅 也就是说 药品1的红组是不含有 而氧化硫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药品2 同样 药品2的这个液体的颜色 也都是低于0.2的这个颜色 也就是说 药品2的红组也都是不含有 而氧化硫的 结果令人感到很欣慰 两份药品的颜色都没有发生变化 这两种红组都没有被硫磺分裂过 那全然究竟是确有歧视 还是控月来风 一般应该是没有的 但可能有一部分 古农或者卖上好看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本身硫磺分裂之后 一个颜色比较浅 第二个可以相当来防重 只要我们买的时候 一定会看 一个这个太鲜艳的 个子太丰满的 就不好买 一般我们看的 比较皱缩的 一般就比较自然的 才可以买 好了 调查到这里 又要回归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就是红糖 红组 珠肝 这四种究竟哪一种的 跌元素含量是最高 和最保血的呢 会不会就是传说当中的红组呢 那现在呢 我就会将他们送到 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 铁元素含量的检测 到底结果是怎样的呢 下一节回来 告诉你 红糖、窩胶、红组和猪润 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保血性品 一日三早 容颜不老的传说 究竟是真的假的 科学保血 你还可以吃什么呢 全言片讲 查了再讲 下一节回来 我再告诉你 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分别拿了 红组、红糖、窩胶和珠肝 这四种药品呢 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行铁元素含量的检测 不知道结果如何呢 我们立刻去看一下 检测机构 检测结果出来了 柯胶的含量是260毫克每斤 红糖是150毫克每斤 猪肝是35毫克每斤 而红组是15毫克每斤 哇 简直出乎我的意料 铁元素含量最高的竟然是柯胶 最低的竟然是红组 几千年历史一日三早 长生不老的这种说法 难道是假的? 红组一点都不补血 不行 我要立刻去问一下专家 其实红组就是 有些人现在夸大红组的补血作用 其实红组有一定的补血作用 并不是夸大得那么厉害 原来红组只是补气就不补血 所以不是补血的最佳选择 那平时吃红组 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你吃的时候你不能太多 一般你吃十个八个就差不多了 不要你当零食 那你就不定地吃 要吃得太多的时候 用七元胃酱 那除了红组 萵胶 红糖和猪瘾之外 我们在平时的生活饮食当中 还可以通过吃什么来补血呢? 我们没有把食物性食物补铁 当作一个主要的手段 实际上来说要补铁的话 我们是尽量以动物性食物为标准 动物性食物的补铁 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 第一,生活当中 含铁量最高的是萵胶 红组的含铁量很低 不适合做主要的补血食物 第二,补血的食物有 动物血,红肉,菠菜,黑豆等深颜色的食物 好了,今期节目又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在生活上有些什么疑问 想往我们调查又或者解答的话 可以搜索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生活调查团 又或者可以撥打我们的义士电话 83887085向我们爆料 今期节目是这么多 下期同样时间记得黏住我们的生活调查团